在這麼暖暖的天氣下巴海來多習慣 那我們在演講開始之前要提醒你 在這個會場要全程配戴口罩 唯一不用戴口罩是我們的講者 我們的講者會跟大家說有一定的距離 另外就是你們喝完水之後 要記得把口罩戴回去 然後水杯要關上 好護自己 另外就是我們進場的時候 都有簽十連十名字 這個資料我們會保留28天 那之後就會消火 我們不會做其他的用途 那請你們放心 那今天呢 要為老師語言的是我們的副館長和志玲副館長 幫我們掌聲歡迎 大家午安 午安 新的年度 我們第一次的檔案與歷史戲樂講奏 很榮幸邀請到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習士隆教授來為我們做專題演講 習教授是美國德拉威爾大學都市事務與公共政策學院的博士 他長期關注土地正義這方面的議題 最近也出版了土地正義 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 一段被掩蓋 一再重複的 一再重複歷史 這方面的專書 今天被我們帶來的講題是 過往土地改革的再審視 時間寶貴 我們就 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習教授 非常感謝 和服館長的介紹 我也非常感謝國使館的邀請 今天看到很多好朋友 很多的前輩歷領 這是我非常大的一個榮幸 今天奉國使館的一個邀請 希望我能夠跟各位分享的 是我過往一個研究的重點 也就是台灣的土地改革 題目叫做過往土地改革的再審視 重新再來觀看 反省還有檢討 台灣在尤其我的時間 研究的時間大概是民國38年 到民國42年的這段時間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過往在做土地改革研究的時候 我的一些潛伏的心得 今天在場有很多前輩歷領 我會保留時間 也請各位前輩不定給你指導 好嗎 台灣的土地改革 可以分成三個主要的政策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大概是民國38年 我們說375建築 民國40年 我們說工地放林 再過兩年 就是跟著有七天 這個是我們大家都非常喜悅 所以在我們的記憶當中 我們所了解的土地改革 大概就是三個主要的政策 我想我就用一個分享故事的方式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我在美國念書 在1995年回到台灣 剛回到台灣 因為剛剛紅館長有跟大家介紹 我的領域是都市計畫跟公共政策 其實我不是研究土地改革的 但是我的研究的方法 是跟歷史學有很深的一個關係 我在1995年 也就是民國84年 回到母校還有回到母系 來服務 當時候系上給我指定的一個課程 叫做中國的土地制度史 那開課的時間 大概是星期六的早上 那個時候禮拜六早上還要上課 那我就引用了 我在大學部 我所受的一個教導 我就引用王文賈教授的 中國土地制度史 大概從文武周公景田制度開始講解 每個禮拜六早上 當我在上這場課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的痛苦 因為我在上面講 下面大概已經睡成一片了 大家大概都沒有興趣了 因為跟台灣的自己本地的經驗 其實非常的遙遠 那在期中考之前 我就覺得不能應該再怎麼繼續上下去 所以我就把土地制度史把它拉回來 拉回台灣所發生過的一個歷史 那土地改革就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另外我研究土地改革的另外一個因緣 也要跟大家做個報告 也就是夏威夷東西武漢研究中心 在1996年左右 他們要重啟一個研究計畫 那個研究計畫的名稱叫做 《東亞土地改革的再審視》 也就跟我今天的題目是有相關的 《東亞土地改革的再審視》 他們挑選了三個國家 一個日本 一個南韓 然後當然也包括台灣 那他們都已經找到 日本跟南韓都已經找到學者 要重新再來啟動 當初在日本跟南韓 所發生過的土地改革的經驗 再重新再去做研究 但台灣一直都找不到人 後來他們找到中研院社會所 蕭新黃教授 蕭教授也是我的老師 蕭老師有一天就給我打個電話 那也希望我去到辦公室跟他談這件事情 蕭老師就跟我講 蕭老師你現在在地震系當老師 那現在台灣要重新再審視 土地改革的經驗 一直都找不到人 你是不是能夠來做一下這個研究計畫 我想這是一個重點好不好 我會參與台灣土地改革的研究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一點 蕭老師說 我老師我也不好意思拒絕 不過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那時候心裡面是不願意的 為什麼 因為土地改革的研究已經太多了 而且大概都是正面的一個評價 我說這個時候在做土地改革 會不會太老掉牙了 那時候我心裡面想 土地改革的研究應該已經是代官論定了 因為我是地政系畢業 地政研究所畢業 已經聽了太多 有關土地改革這一方面 封工的危機 我那時候就想 這個有什麼好在做的呢 是要有夠無聊的 對吧 心裡面是這麼想 但是我不敢講 不敢講 既然老師要我再做這個研究計畫 那我就說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那夏威夷東心、外營業中心是沒有提供經費 經費是自己國內要審行 所以我就跟科技部提了研究計畫 也很感謝科技部給我這樣的研究計畫 大概兩年的研究計畫 那這是我啟動 一個在研究方面 一個在教學方面 為什麼會重新踏入土地制度 一個很重要的契機 我先跟各位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然後呢 我本來 我的研究方法大概就是田野調查 然後去找一些前輩跟他們聊天 喝茶 請他們回憶 跟我分享過往的經驗 或是找一些歷史性的檔案 還有書籍來閱讀 這是我主要研究的一個方法 那一切的改變 那一切的改變 就是從一個訪談開始 這個訪談 我一直到現在我都是記憶有限 大概在1996年 也就是在現在的南侃交流到下去不遠 現在的南侃跟過往的南侃 是完全不一樣的 差異非常的大 非常大 我去訪問一位當時候的 年輕的時候 他爸爸也是 就是電龍 我就請他跟我分享過往土地改革他們家的經驗 聊了聊了 大家也比較熟悉 他竟然跟我講 我竟然跟我講 我用台語跟各位分享 我等一下再用國語跟各位重複一下 他就跟我說 齊老師 齊老師 你可能不知道 那個時候我們家的地主 頭家 他多可憐 我聽了 怎麼 這個這個這個 怎麼有可能呢 地主怎麼會很可憐呢 他是不是講錯了 好不好 我都不是講錯了 我在那時候 我那時候 心裡面就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是不是年紀大 因為已經七十幾都快八十了 是不是 年紀大 老翻天了 可能過期的大家去 去不去 有可能 頭家路可能 總會地主很可憐呢 地主不是我們都宣傳 他是一個剝削階級 他是一個富有的階級 然後呢 對電容是不斷的壓榨 盡量能拿就拿 對不對 地主不就是我們要打倒的一個階級嗎 他是一個壓迫的階級 怎麼現在反而是電容在同情 這個壓迫的階級呢 這對我而言是很不可思議的一個事情 好不好 但是我把它記在裡面 我覺得 我那時候是存疑的 我那時候存疑 還有他還講一句話 齊老師 你都不知道啊 我們都要暗時偷偷拿東西 等你給我吃 各位聽得懂嗎 電容說 我們都還要晚上偷偷拿東西回去 給他們吃啊 這怎麼有可能 對不對 而且那個時候國民黨政府一直跟我們宣傳 我大學的時候我唸了跟我們講 地主至少可以保留 中等水田三甲 中等漢田六甲 各位還記得嗎 三甲水田六甲的漢田 日子應該還過得不錯啊 怎麼還要以往的電容來同情地主 然後還要晚上不敢讓政府知道 不敢讓人家知道 晚上偷偷拿東西 回去給他們以前的地主 給他們吃 等於有點在救濟 剛剛前輩講的 就是因為老闆沒東西吃 怎麼會這個樣子 這跟我對於台灣土地改革的經驗 是完全衝突 那時候其實說真的我還不大相信 後來也是在盧竹鄉 現在應該叫盧竹區了 我又聽第二次 非常類似 後來我又聽第三次 我就覺得這個有問題 可以懂嗎 所以我一切土地改革的一個學術的論文 我的研究一個開啟 其實都是從在南潭交流道附近的 那一次深度訪談開始 所以我一直都鼓勵我的學生 一定要用腳走出去 一定要多跟人家接觸 多聽聽 尤其這個可能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知識的一個開頭感 那我所建構的一個比較批判的 反省的土地改革的一個知識體系 大概都是從南海交流道附近開始 我想跟各位先分享 我為什麼我的觀點是跟人家不一樣 而且很不一樣 而且很不一樣 我是持比較批判的一個角度 我就要批判的一個角度 真正 簡單也把我們這個經濟發送 真的嗎 對不起可以嗎 那我就過來 Bendaltung 這樣子 聽眾 可以嗎 你指導一下 好 你們如果要拋工業我都可以提供給你們 好不好 不要客氣 我這個都可以提供 我回去我就放在我臉書上面 各位就直接到我臉書上去打 可以嗎 我的臉書都是開放的 所以不要客氣 那我就從第三個開始談起 我覺得第三個對台灣的影響最重大 跟著你起見 民國四十二年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 全部的土地改革 台灣的土地改革 最重要的就是這一張表 非常簡單的一張表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他的表 這個表是 我引用的資料都是政府的官方為數的資料 不是敗官也是 你看他的表 這個是來自於唐惠孫先生 那時候他是農務會土地組的組長 他是跟另外的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地政局審時可局長 他們兩個是最主要的靈魂的人物 這是他書裡面的一張表 大家也都一直在用 一直在用 那這張表 表頭叫什麼呢 其實就是台灣實施 耕著女天放領耕地之 被遵收地主負數跟耕地的面積 也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從這張表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那個時候 誰 我們到底有什麼樣的地主 地主 那他們又被遵收了多少的土地的面積 耕地的面積 那幫幫各位看左邊 這邊 就是我們那時候的地主的分類 我們學公共政策 非常重要的 就是名詞的定義 跟名詞的分類 那我覺得我們土地改革最大目的 就也是出在這裡 好 我們地主的定義是什麼 地主的分類是什麼 我們一直講地主地主地主 但是地主的定義跟分類是什麼 麻煩各位你看最左邊 它地主是分成三類 有個人有 有共有 有團體有 好不好 個人有 就是你是土地 所有權人 就是單一個人 團 共有 大家都知道 大概就是繼承的關係 因為在台灣 這小孩子 大家均分 尤其是男孩子 傳給兒子 那繼承而為共有的 非常多 這台灣當時的一個習俗 大部分都是繼承而 變成是共有的 大概是共同共有 共有分成共同共有 跟分為共有 但因為繼承我們很多 都變成是共同共有的 另外 因為當時候土地的價格也貴 所以朋友之間也會 會大家太久 兩個人去買一家 也會成共有 那會形成一種 所謂的共有分管 各位聽不懂嗎 共有分管 你出了錢 我們買一家 我三分 你七分 也是有 也是有 共有 那另外一個團體有 團體有 比如說神明會啊 這個也蠻多的 好 那麻煩各位好朋友 看一下 貝宗州的戶數最多的 誰來 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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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八萬七千多 對不對 他的 佔82.18% 他的面積 面積是 九達 九萬九千多公頃 幾乎佔70% 所以我要跟各位好朋友 跟你們報告 也就是我們實施 重九天政策 所徵收的土地 大部分都是共有的土地 超過三分之二 這張表 可以嗎 這一點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我們的地主的戶數 總共是十萬六千零四十九庫 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要探討 當我看到這張表的時候 我還沒有感覺 我沒有感覺 但你開始可以 稍微可以算一下 每一個度數所擁有的面積 大概是多少 是多還是少 多還是少 其實都不多 都不多 大概是一甲少一公頃三下 對不對 好 那我再看請各位 等一下這張表 我們還要再回來 這是為了實施 尊者有錢的政策 在民國四十一年 我們有一個地級總規劃 好 那我們為什麼要秀這張表 主要就是要跟大家報告 台灣的土地的分配 其實是非常不平均 而且在日治時期 其實已經做過三次的土地調查 從1920年開始 三次的土地調查 所呈現的結果 跟這張表 大概是理同的 也就是大部分的人 土地所有權人 所擁有的面積 其實都是很小 大概都是在一甲一下 一甲大概就是一公頃 你就這麼講 當然有一點差別 一公頃就是一百公尺 乘一百公尺 這張表演做 這都是官方的資料 各位看 0.5甲以下 負數這麼多 對不對 佔的比例是47.28 注意哈 然後0.5到1甲 負數這麼多 佔的比例是23.34 所以我請問各位 所以我請問各位 在明文41年的時候 有多少的台灣的 這個 這個負數 他擁有的土地的面積 是小於一加一加 你把這兩個加起來 有沒有 百分之七十耶 各位前輩懂意思嗎 我們那時候 能夠擁有耕地的面積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而這個是超過三之二 而我們都 其實都是小於一加一下 所以我現在 我研究主題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要請教大家 如果擁有一甲以下的土地所有權人 你把它稱為益主 這適不適合 懂意思嗎 我要跟大家報告 地主這個字 台灣本來也有 台灣沒有地主這兩個字 台灣也就是叫做業主 養住養住 摩得住 地主這兩個字 是什麼時候被創造出來 地主這兩個字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蘇聯被創造出來的 他為什麼要創造這個地主 是為了要打倒那個時候的莊園 莊園主 那這個是我們政大曾經邀請 一個中國的一個學者 來台灣歷史系 非常知名的一個教授 特別在我們政大 就演講什麼叫做地主 這要跟大家特別報告 所以是從蘇聯打倒那個莊園 莊園主那莊園多大 那莊園是很大的 你去看你的土地面積多大 你要騎馬的 扣扣扣扣扣扣 搞不好走了一個上午 你的土地面才全部被你 才全部走完 那我要問大家 我們這樣的分配的一個情況 如果把一甲以下的 我們把它當成地主 你覺得適合嗎 這個一定要特別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後來地主這兩個字傳到中國 再從中國傳到台灣 我們之前沒有地主這兩個字 其實我們現在一聽 大概我們現在都習以為常 我的地主地 好像有個土地的就是地主 其實不是 地主這兩個字 其實隱藏了非常濃厚的階級意識 跟剝削 剝削意識 壓迫意識 以前我們是沒有的 沒有 那所以我要再請各位看一張點 這個也是官方的資料 這是中國國民黨 在中國所實施土地改革的 他的兩個資料 他調查了十一個省八十九個縣 各位 這個是十一個省八十九個縣 一千五百四十五戶 請問 他調查出來的結果 他的地主覆數幾戶 一千五百四十五戶 有沒有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出問題了 那我們再回去我第一張點好不好 一五十五 十一個省八十九個縣 一千五百四十五戶 才一千五百四十五戶 我 當我看到這個表 還有 唐貴孫先生的那一個表 我整個人傻不住了 你懂我意思嗎 我好像被雷擊一樣 被打到 怎麼會這樣 這個是 也是國民黨的 這也是國民黨的 懂我意思嗎 怎麼 在中國統治的國民黨政府 那個時候的十一個省八十九個縣 他的地主的戶數就只有一千五百四十五戶 那相同的國民黨來到台灣 才一個省 我們的地主戶數幾戶 十六千零四十幾戶 十六千零四十幾戶 你不覺得太殘忍了吧 各位懂意思嗎 啊 殘忍 也就是 中國國民黨 在中國實施土地改革 對於地主的定義 跟他來到台灣 實施土地改革 對地主的定義相不相同 是完全不同 而且是差異非常的大 非常的非常的大 他把地主這兩個字的定義 做無限制的擴張 為了要 為了要實現我土地改革 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問他 他把有多土地的 我不管你面積有多大 只要你出租的 我就把你當土地 各位了解這意思嗎 所以我們 其實國民黨以前的教育 對我而言地政系 地政研究所謂的教育 以前的教育都只跟我們講 個人有的這個部分 我說肯定改革很好啊 為什麼 地主還可以保留 中等水田三甲 中等漢田六甲 懂嗎 我印家當中一直都記著 三甲六甲 這個很大啊 怎麼還有 還有發生那種很可憐的事情 不可能啊 因為他們沒跟我講 他們沒跟我講這個 共有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我們的 也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 庚子與天條例 對地主的意義有不同的 一個是個人有 就是三甲六甲 但是還有一個 是非常關鍵 只要土地是共有 而且你出租 余律 不問你的面積的多果啊 余律把你視為地主 我請今天所在的講 各位懂一段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它有兩種 等於是三種不同的地主 它的地主的定義是不同的 個人有它是用面積的 三甲六甲 共有的部分它用出租論 出租 只要你是共有 你出租 我就不論你面積多果 你就是地主 你就是脫學階級 你就是壓迫階級 你就是要被改革的對象 你就必須要被打打 了解這意思嗎 很重要的就是在 我們以往都沒有談 這個共有的部分 那我對土地改革的研究 我就是專注在這個共有的部分 我希望把這個故事把它弄得更完整一點 讓台灣的我們這個後代了解 到底那個時候民國38年 42年或42年之後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有那麼多人 那麼痛恨國民黨 為什麼那麼痛恨國民黨 其實跟這個有很大的關係 那台灣要往前走 這個部分如何來解決 我認為也是非常關鍵 但是我們政府現在都 都只強調 228 都只強調白色恐怖 我覺得這個部分 也應該把它納進來 各位懂意思嗎 那這個分類 所以我要順便跟各位講 在中國 文民黨在整治的時候 它對土地的 對農戶的分類 它的分類也很多種 最簡單的就是 大地主 中小地主 富農 中農 平農 再來才是電農 再來才是物農 這是最粗糙的一個分類 我再講一遍 大地主 中小地主 那不是馬上就是電農 還有富農 富有的富 中間的中 中農 再來平農 平農也有過土地 再來才是電農 再來才是物農 但難道台灣 我們的分類完全不同 地主 是根農 電農 這個也是採用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對於那些地主的定義 對於農戶的分類 是完全不同 這也是以前我所不知道的 台灣的民眾也很少知道這一點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要講 要講 那我才從 當我體認到這些的時候 當然還有一些歷史的文獻 而且我才知道原來在南塔交流道 那個前輩 快八十歲的前輩跟我講的是真的 因為他們的陶爹就是這個部分 懂得說 他有過的土地命多大 都大概都沒有一千那麼大 他都幾分地而已 幾分地的所有權能 你把他稱為地主 認為他是剝削階級 你要把他打到 各位朋友 各位前輩 你覺得適合嗎 他自己都顧不了文化 而且那個時候 他們一直要求 要把土地收回 但這葷黨政府就說 你已經是剝削階級 你絕對不能夠收回 好 那我弄一些歷史文 現在給大家看 好 好 那我覺得最嚴重的是 政治人體前 民國十二年 那個時候 政府有兩個 兩個考察團 一個是省政府自己的考察團 一個是立法院的考察團 好吧 好 那 這個是 省政府的考察團 他叫台灣省實施庚哲尤其田聯合督導團 那庚哲尤其田條例也很好玩 我們看法規 往往他的第二條是主管機關 第一條造成立法的意志 對不對 第二條就是主管機關 庚哲尤其田條例的主管機關 如果你再去看 非常的好玩 他在中央內就有多 在地方是省政府 還沒結束喔 省政府 民政廳 還沒結束喔 地政局 跟一般的立法差異很大 一般的立法叫做中央內政部 地方就是省政府 對吧 但是跟一般的立法 不是這樣 他的地方 主管機關是省政府 民政廳 地政局 我從來沒看過這樣的一個地方 但是 他就實際發生在 我們的跟一般的條例 所以當時候的地政局 權力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時候民政廳的廳長 是台灣人 唯一的台灣人 好像是楊道家吧 他反對 但是也沒辦法 當時候的省主席 他也反對 我們要不要猜一下 當中的省主席是誰啊 陳傳 不是 不是 吳 不是 吳 後來他到了美國 他跟蔣新國在 吳火箏 吳火箏 吳火箏其實也反對 我們的一些分別 因為很重要 中央只制定根則有幾點條例 立百年通過 他要實施 一定要有施行席則 好吧 施行席則 第一分局拧出來了 送到吳火 送給廳長 廳長 但是在城上給省主席 吳火箏他壓著 一直都不通過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的施行席則 分局天條例施行席則 是在民國四十二年的四月二十三號 才通過 吳火箏什麼時候死掉 什麼主席呢 他那時候已經到美國去了 各位如果看最近的 可能是上報 一個媒體上報 有在談江南的命難 又在重新在檢討 為什麼江南會被殺 其實又提到吳火箏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吳火箏那時候他離開台灣了 因為跟金國先生兩個不合 跟蔣介石也不合 然後呢 他到美國 後來他把省主席辭掉 他辭掉的時間是四月十五號 施行席則是在他辭掉 省主席之後 再來是余鴻軍他的省主席 在四月二十三號 通過實行行政 各位了解嗎 然後另外很重要的 我現在講的時間 其實非常的重要 我們的徵收跟放禮的公告 也在當年的五月一號公告 那我問各位 四月二十三到五月一號 才幾天啊 才八天啊 八天有可能就完成 全台灣的行政的作業 因為要徵收 一定要有一個徵收的清澈 要放禮也一定要有放禮的清澈 我問各位前輩 八天有可能完成這個清澈嗎 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我們現在有Line 我們還有網路 當時候連電話都很有耶 我小時候的電話還給我 尬 我小時候 他就尬 他說這個通訊都很 都還是非常的落後的一個時候 我們有可能在八天完成嗎 不可能 這一定是什麼 都是偷跑 就是政府民政廳地政局 他根本不管你這個痴情汽車要怎麼定 我們的地政局自己就定了一個徵收的一些須知 工作須知還有一些手冊 而且那些手冊跟工作須知是沒有法律基礎的 各位懂嗎 正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他從這個 四十二年一月 跟著有一件條例在六百月通過之後 他通過也是有故事的 有故事的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那後來通過的時候呢 民政廳地政局就開始調人到台北來受訓 但是他說 施行汽車根本都還沒有 還沒有通過啊 你的工作須知 你要如何徵收 如何放隱 其實都要根據施行汽車而來 施行汽車是4月23號才公告 但是他之前 他一頁就開始做了 所以等一下也要跟各位 我把這個歷史都要跟各位交代清楚 好不好 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整個人也都傻眼了 那我先回過頭來 先跟各位報告 這個是省政府自己的一個領導團 那他的下手就比較輕一點 懂嗎 因為 跟著原政策主要在實施的 執行的也是省政府 地政局 所以他下手是比較輕一點 那我們來看 他裡面有一段文字的記載 他說 實施根本有天他的第八條規定 遵許老若孤窩 才可以借共有土地為之生活者 照第四條的一個標準 保留土地 適應汽車第十七條第一項 又有一個什麼 這個稅數 要以百人以下為憲 作為補充 特別趨勒 他裡面這些 因此向嚴格制規定限制 故各限制審查 足以保留者為數即少 那我這邊要跟各位補充一個歷史 當時候反對共有土地徵收 最有最利的就是台灣省議會 省議會對這一點是非常的 一直拜託 說拜託 共有是台灣的一個 因為計省所遺留下來的一個文化 很多都是有共有的狀況 你把共有全部都徵收 一定有很多人會受到很嚴重的傷害 所以省議會的省議員不斷地在拜託 一定要跟各位講這一點 而且各縣議會的議員 也不斷地在拜託 就是都希望共有土地這個部分 能夠高台會所 網開一面 濟南大學去年有一篇博士論文 專門在桃園縣議會 當時民國42年的時候 在制定 要中中共有土地的時候 縣議會的一些言論 建議各位如果改進去濟南大學 有一篇博士論文 也就是一直拜託 拜託 那個時候我們的審議員 台籍的審議員 還拜託 我們就個人有的我們就保留少一點 個人有的我們就保留少一點 兩假一假 各位懂嗎 水田兩明天兩假一假 我們多讓你徵收一點 但是拜託 你把共有的部分 就是共有的部分 盡量能夠往台裡面 好不好 這個時候 這都有歷史 你都可以看到那個記載 但是那個時候 生徒去不願意 他直接就送到內政務 內政務 這個就不願意 直接 那我就把兩假 我就把你弄成三假 我讓你個人有多一點 但是我共有這個部分 我一定 我一定要徵收 這個我把這個歷史給各位交代 所以保留的非常的少 那我幫幫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這一段 始終不免有少數 卻系勞弱無靠 孤寡無親 而未得何尊者 據各先知地政事務所報告 到所哭求保留者 裡見無形 很多 很多 那本團在各地一間有 兩三代孤寡者之土地 被尊重者 一無以為聖之實力 這個就是應驗了 我在南卡訪問了那位 店人的一個情況 一有付稅 超過規定式 為一百年級角 一倍徵收 甚至有店戶同情不忍 而願意放棄成年 我們的比例大概多少 我們說 地主是剝削階級 所以我們一定要徵收 然後給店人 竟然店人說我不要 我肯定要還給我們地主 你們知道嗎 比例多少 比例百分之八 懂意思嗎 百分之八 我不要 這不是我的 因為什麼 我跟大家說 我們台灣的所謂的 出租者跟成租者 老闆跟餐廳 都是幾世代的關係 大家都以為 好像不斷的在換 不斷的換 沒有 沒有啦 我的研究當中發現 我們的地主 所謂的老闆 出租者跟成租者 往往都是幾世代人的關係 那當然 並不是說 這裡面就沒有一些剝削 或怎麼樣 但是他們感情 大部分都還是不錯的 我的研究當中 呈現這種狀況 所以要跟各位講 所以有顛覆同情不忍 因為放棄成年 房子寶 這個在唐貴蘇先生的 那個書裡面也有 地主的愛於法令 位於准許者 各位要注意喔 這是省政府屬於的考察團 下手已經很輕了 我們來看一個下手的講座 另外考察團 是立保院內政委員會 內政考察團 這些委員 全部都是外省籍 其中有一位是 可能大家比較 可能跟我一樣 稅數 可能比較能夠了解 一個山東的大姐 這個名字我一下 一個女性 那他們的 其實對於 國民黨政府 這樣子要贈送 他們是持反對意見 這個全部都是外省籍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兩邊要和解共生 省籍的問題要和解共生 我們能不能回到這邊來 讓大家能瞭解 當時候的這些外省籍的 這些 勞委員們 其實是很捍衛 我們台灣的這些 共有出租耕地的 土地所有權人 一直叛請國民黨政府 你不要去爭奏他們 各位懂的意思嗎 但是後來沒有辦法 我剛剛故事沒有講的一部分 在沈思可的回憶錄裡面 他特別講 後來一位蔣介石正物 拍桌子 把他們叫到蔣介石的 預所裡的開會 那沈思可還混上去 沈思可還在一樓 聽到他們上面 蔣介石拍桌子的聲音 那他們 這些 老委員們 外省籍的老委員 嘴巴才閉住 是這樣子才通過 各位懂的意思嗎 庚哲人員的條例 一越越通過 是這樣子才通過 但是他們 一直在希望 那我們的 我們庚哲人員的條例 我們立法 那你要根據立法 我們的條文來走啊 那對他們的草茶團 那他們草茶團的報告 一般而言 我們很少看得見 我到目前為止 唯一看到一本 是個孤本 唯一的一本 為什麼我們看不到 因為他的封面被蓋上一個密字 密字 密字 我要跟各位講 是不能夠對外公開的 各位觀眾 但是有一本書 我很佩服他 是鄧文怡先生所編的 鄧文怡先生有編一本書 他偷偷的把這個報告藏在裡面 所以那個書 你把它找出來 你還是可以看見 這個考察團的 當時所的報告內容 寫到非常的多 我看到這個 我會覺得很慚愧 我們學術界 你看 已經實施多少年了 42年 然後呢 我是到民國 這個八十幾年 我才看到那本書 才找到唯一的孤本 唯一的一本的孤本 蓋上一個密字 我不知道國事館有沒有這一本 我也希望國事館有這一本 我覺得這一本非常值得大家重視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跟內政考察團 他們的考察報告 你看看他怎麼講 我這個都是他們的文字 不是我的文字 我現在到目前都是他們的文字 他說 他說 依共有根地現有資料統計 持順面積在一甲以下者最多 有沒有 跟我們剛剛報告的 十一年的那一張 第幾種規復的表 其實是一樣的 此乃本主人多 多地少之自然更配現象 事項共有根地 因為為辦理地底所規復 缺乏基本步驟 實為此事實施 徵收現天缺陷 又應急於消滅者相 你看 急於消滅者相共有制度 一切不願考慮 我們一切不願考慮 居然處理問題重生 你看 各地對此無故激烈反對 各縣市議會都不在反對 省議會也在反對 OK 那 紛紛請願 無論己 曾親吻 有到地政事務所 到縣政府 為哭哀所保留者 如彰化縣長陳欣欣面試 指向事實 言之凱然 所以這一點跟剛剛的 省政府的討論團 一樣 對吧 一樣 那我在我現在調查的時候 我也去訪問一些 年紀大的地政人員 他每個都應徵罪憐 好多人都哭 好多人發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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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自殺 坦白地等下 更嚴重 這是他們考察團 一開始他們所寫的 一開始所寫的 麻煩各位特別注意到 這都是他們的文字 不是我的文字 很重要 我只是把他截錄 一剛開始就寫 他說 基層執行 但目的訓練 均在細則公布前 訓練完畢 有沒有 細則什麼時候公布 四月 二十三 對不對 對啊 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三 徵收跟邦靈同時公告 是五月一拉 差八天 各位懂的意思嗎 這個日期很重要 他不可能在這個八天完成 徵收清色跟邦靈清色 所以之前就完成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他的訓練 都在細則公布前 限量完畢 他訓練成那個基礎 是什麼呢 等於是地政局自己編的 工作虛失 那個有沒有法律基礎 沒有法律基礎 再來 他說 設定更立 徵收保留工作 到底那個共有 到底要保留多少 什麼情況可以保留 什麼情況不可以保留 也完全自己來定 所以一在細則公布前 就辦了完畢 其實四月二十三號之前 都已經辦了完畢 所以後來很多 提起 到保養去到 其實很多政府都敗訴 我有另外一篇文章 比較長的 也發表在博士館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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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篇文章裡面 如果各位有感興趣的話 可以找出來看 每個 都在細則公布前 就辦了完畢 這就是 這個 我們法官判決 政府敗訴 那我們行政機關 也不扭 那 了解嗎 當初的行政機關 也不把法院法官的 態度看在裡面 所以我們後來 行政機關又另外定一個 補救辦法 那個辦法是很長 另外 因為他自己知道理虧 所以我們多少 再補償點 給這些人 給這些 沒有按照規定 單身徒弟 被送收的這些 受債務 但是我們只是給他什麼 大概已經給他戰券了 番數的戰券 或者大王的戰券 但是有很多 好 另外一個 老若孤寡 談廢 保留更定 之三井 集合定 易在細則公布前 厲害 了解這一次嗎 這是我覺得 是他們的報告裡面 最最最最重之重的 他們說什麼呢 以上所述 皆為十四更有言 是根本的問題 其影響所及 關系政策的特性 蘇非浅顯 以行政觀點而論 此種不大措施 這個例子 他們的文字 不大 將導致嚴重之後果 以法律觀點而論 則將發生責任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的 政策 問一個問題 很關鍵 合法還是非法 合法還是非法 是不合法 不合法 這批法院 內政考察團 他們的報告 因為他們認為 什麼樣子 是命令變更法律 這也是他們的文字 我們的省政府民政廳 地政區 所頒固的那些工作虛失 其實都是行政命令 它的法律的效力 竟然高過於 我們立法院所通過的條例 各位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一點 這一章在跟我們講什麼呢 我們的更整理期間 重設其實是不合法的 但我們台灣人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對不對 大部分都不知道 有幾位我的學生 以前我在上課 有提過 但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一直想 哎呀 土地改革多好多好 土地改革是台灣政治 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石 各種國內萬能見 大概都是這麼寫 你知道這背後犧牲了多少人嗎 多少人他們的財產被剝奪 他們的基點人權被剝奪 他們的生存權被剝奪 造成了很多非常非常我們 沒有辦法理解的那些殘酷的現象的法則 比如我在大西 一些老前輩跟我講 很多人發瘋 很多人就是在馬路上 像遊魂一樣 又沒東西吃啊 發瘋自殺不少 但是這個歷史 好像知道人很少 朋友很少 我就想跟各位他們這個歷史 這是宗教禮天非常關鍵 也就是我們 那 那個關鍵的一個部分 非常關鍵 那我想跟各位講 我們就宗教禮天 幫各位做個小節好不好 當然 那個立法院的這個考察報道裡面 還有很多的內容 還有很多都值得再進一步的去探索 但是 現在 學者好像研究這一塊幾乎是沒有 那一本書是個寶庫 但是基本上 大概都不研究甚至 我覺得是很可惜 很可惜 所以我們小節的第一點 我說國民政府來來之後 在威權的意識形態主導之下 因為他又為了要實施主力改革 所以一定要實施 為了實施主力改革的政策 因為他要跟中共 我們知道中國誰是真正的主力改革者 他說中共在正在實施主力改革 那國民黨不要實施主力改革 他所採取的方法 就把地主遏制定義給大幅度的擴張 因為台灣大會中國土地的面積的 所有學人 其實面積都非常的小 不夠資格當作地主法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把你地主的定義無限制的擴張 我們變成不是面積論 我們參與的叫做出租論 好不好 出租論 出租論這個樣的論點 在趙剛教授 趙剛教授中文也就問過土地之故史 他也給你嚴厲的批判 但是很可惜 我們台灣就是採取出租論 只要因為土地出租論 另外一個出租就是地主 也就是地人類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殘忍 歸改 在這種情況之下 至此當時的土地出租人或是業主 遭受了非常大的突擊 其中最悲慘的 就是那些為數非常龐大的 共有正義出租的小面積土地所全 好不好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剛開始在這樣講 中間共有人們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是最可憐的一個部分 好 好 再來 所有被眾所的共有出租更地當中 絕大部分都是屬於 一公頃以下的小土地所全 那我說 政府裡面導致宣傳 這小節的文字是我的 好不好 那宣傳地主是處於經濟上的優勢 我覺得這可能就有商榷之處 其實他們的經濟能力 我覺得有未必一定是那麼好 你等於是把擁有六分地的 或是五分地的 這些土地作權的 但因為它是共有 它出租 你就把它徵收 然後給這個電龍 那電龍也是五分地六分地啊 對不對 一樣的啊 你如果說地鼓是一百甲兩百甲 你把它徵收下來 再分給他們 這才有意義啊 對不對 如果它本來也是五分地六分地 你徵收五分地六分地 然後放臨給電龍也是五分地六分地 那這個意義何在呢 那他們這樣做 很多人都說我要收為自徵 但這種就說你是地主 那大家一看 換你之後也是五分地六分地啊 那不是面積在五分地啊 那怎麼 它就不是地主 那你這邊不是地主 懂我意思嗎 這個好像 道理上說不過來 那由於共有出租更地 並且必須徵收使得很多 永遠 共有更地的小業主 生活陷入困境 這也難怪電龍會反過來同行 共有出租更地的業主 願意自動推更 百分之八比 將土地歸往給這些業主 不過由於這種的強制規定 這些規法的體重 沒有大地都是無法入園 那這個問題 道歉他們的意思 這個台灣社會的了解人太少 太太少 所以我真的 我們有代理啊 我認為他們的權益 就非常嚴重不失 我認為他們 是台灣社會被副權 及被革命的權益 他們認為這個社會的次等公民 好不好 次等公民都還不到 還有更次等 好不好 公民這兩個字 可能也不適合 所以國民政府 對他們是何其的殘忍 他們的利涅是何其的肯定 這是我研究 根據瑞琪琪的 最重要的一個結論 我想分享給各位見面 再來 我談公益報名 好不好 公益報名 那 民國四十年 也是很有趣 非常有趣 也出乎我的力量 意表之外 有些消費移動 新國外一個中心 他們說為什麼要重啟 東亞三個國家的 土地改革在所事 因為他們傳統的 不管國外或國內相關的文獻 都認為東亞三個國家 為什麼會實施土地改革 其實都是來自於外在的力量 所造成的 都是美國的要求 所以我們東亞 日本 南韓 台灣 才會實施地改革 好不好 這是以往最主要的主流的論述 那消費移動性 外音說 他們就要探索 有沒有來自於 你們國內自己的力量 國內自己內在的力量 前面那個叫做外音說 後者叫做內音說 消費移動性外音 研究中心 就想要去探索 有沒有內音說 內音說 有沒有可能成立 那日本跟南韓 他們都說 有 我們有內部 自己要求到土地改革 那台灣 台灣的主流 向來都是因為美國的要求 那是江區 要求到 我們是土地改革 我就在工地報名這邊 我找到了內音說的混書 這是我另外一個 對於東亞 土地改革在審視 那個研究的計畫 台灣的部分 比較重大的貢獻 是在這裡 也就是我在外音說之外 找到一個內音說了 但是這個內音說 不是在三星檢篤 也不是在公州有幾天 這個內音說 是在工地報名 而工地報名這個政策 是我們研究土地改革 三個政策當中 最被忽略的一個政策 那我在這邊找到內音說了 可能 我現在要跟各位講的 可能大家可能也都沒聽過 也就在民國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其實台灣有很嚴重的農民的抗爭 他可能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而且農民的抗爭很激烈 然後呢 你看 民國三十六年發生什麼事件 我們二二八都發生在民國三十六年 清鄉也在民國三十六年 四月五 對不對 死了多少人呢 但是 在那個風聲惡劣 那麼恐怖的年代 農民還是不斷地在抗爭 你看他們所受到的痛苦有多大 而且當中的抗爭 最主要的都是針對台唐的 好不好 都是針對台唐公司的 1947、18 台灣很多的農民抗爭事件 大概都是針對台唐公司 比如西湖在彰化 湖裡南農 湖瑋雲林 厚碧林 在台南 高雄縣各個抗爭 每一個常常都在抗爭 在抗爭 那農民的抗爭的原因 大理都是由於台唐的票 把他拐下的土地收回自盈 對園庚做的電農的任意 叫做測電起根損失 那這個歷史要跟各位講 當然日本殖民時代 在台灣最主要的糖業 大概就是糖業 那時候呢 後來本來很多治糖注視會社 最後把他濃縮的病 變成四大治糖注視會社 那那個時候呢 在民國三十四年 日本戰敗之後 我們公民政務過來 當作接收的台唐的土地 大概有十二萬獎 各位記得這個數字 大概是十二萬獎 我們交換 那我要可能下面五張 那我等下再講 當時候呢 1948年 大概三十七年 整個五對行政務員的代列 你看看 年來各地唐朝 美不顧時期的情形 藉口之影積極收回 甚有雇用流苗 流毛強之起根 這話都在台中 台中的故日唐朝 這裡都有歷史記載 是策電修恩引起 其中最顯示的事實 平東 台南 花蓮 南投 北斗 西武西州獨山 三三殿堂 共蒂林高雄 各地行政策 賜電修分 群情俱勢 語貫然 幾乎每個行政都在唱歌 融生社會 平榮生技都憲不安之境 本古有建議史 曾檢視明令修正 但台南公司棄未遵照 觸語言則犯語 《忠顯成效書為遺憾》 這個要跟各位介紹的 我研究福利凱格第二本很重要的書 就是侯康隆先生所編 叫福利凱格史料 就是我們博士館 侯康隆先生 剛剛第一本是鄧文怡先生 這第二本要跟各位介紹 這個是我的很多有關工地放臨的文獻 這些都是從日本出來的 那這涉及到台湯的問題 都是台湯 各位知道那時候太嚴重了真慘 就是刑事院支援委會 跟塔羅審行務長官公署真慘 他們真什麼慘 真的就是台湯的十二萬家 當日本戰敗 郭敏政府第一個單位來臺灣的是誰啊 就是刑事院支援委會 他們來得更早 他來得更早 刑事院支援委會來得更早 包括各位看台大教授陳翠蓮教授的文獻 他裡面有非常詳細的記載 那第三個 第三個過程 陳翠蓮教授 他就特別記載 還有行務院支援委會 跟塔羅審行長公署的一個增長 兩天都要這十二萬家 那到時候行務院支援委會是直屬蔣介石的 權力非常地大 權力非常地大 塔羅審行長公署的權力也大 但是人家在中央 最後誰聲明呢 中央院支援委會 好不好 他在民國三十四年 日本宣布戰敗之後 他馬上就一架飛機就飛過來 飛過來的目的幹嘛 就是要看台灣有什麼可以接收的 因為當時候東北也是他們都去接收 他們趕快就要去接收了 所以有人在開玩笑 到底是接收還是結收 搶劫的結 他們來一看 看了萬天 唯一最算起來的就是台塘 所以他們有個報告 我們各位看陳老師的文章裡面 那個報告裡面想 我們只要台塘 其他我們都不要 OK 那行政院支援委會主要是開發 中國的工業 礦產 那台塘農業啊 他怎麼還的是 把農業他也要咧 對不對 反正不管 這個時候能賺錢的就是王道 啊 我有個案吧 不討完啊 所以說台灣工礦有沒有 後來很多 礦業啊 什麼什麼 後來他們都看不上眼 他們的文章說 沒錢我 我要的就是台塘 要的 那如果要台塘的話 他們發現 台塘這個土地十二萬獎 我一定要完全掌握 好 那時候 跟陳怡的政策完全不一樣 陳怡也要這十二萬獎 但陳怡呢 他要進行公地放駐 我們都知道陳怡比較有一點 社會主義的那種思維 所以他在民國三十六年 一月一號 他公布了一個封地放駐的案 但是 其實也太慢了 因為早在民國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中央已經決定要把台塘的地 給行政院支援委員會 行政院支援委員會 行政院支援委員會 就是我們現在 後來他不斷地從事降低 他現在就是我們所謂的國營會 經濟部員的國營會 好不好 他前身就是行政院支援委員會 權力非常的大 和海航啦 這些 那他要奮力放駐 那行政院支援委員會呢 現在 他不這麼認為 他要策電起根令物農 這個也要留阿 有故事跟各位講 因為 我可能先看這一帳目 因為這十二萬獎是什麼來 日本殖民時代 這十二萬獎是什麼來 這台灣省政府那時候 他有做這樣的記載 那所君弘先生的那個群裡面 他特別的記載 台陽公司所精管 全部的公地 他是公有土地 是公有的 按照你接收的辦法 他應該屬於公有的土地 因為由台灣 總督府直接間接 撥布撥用 大概有這麼多五萬六千多獎 另外 總督府憑借政治力量 強制鄭州人民的私有地 然後轉交大概有六萬四千多獎 這個其實根據我們接收的辦法 都應該是公有的 但是我們回來這邊 但是台陽公司的土地 他現在是公有還私有 各位 各位先生 現在是私有的地 我知道 他是私有的地 在華麗大當中 都是公有的地 他不是私有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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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都過 我們都把民主 都可以做的 台陽都可以做的 台陽都可以做的 所以他不是做 所有的才能做的 所以大家 都必須要做的 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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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寶宗那邊 也是堂長 嘉義 你可以看 那故宮那邊 也都是台陽的土地啊 一塊 大家喔 你看高鐵車上 也都是台陽的土地啊 他的目標 都是其中在台陽 台陽的土地 比較好拿 還是國有土地 比較好拿 台陽的土地 比較好拿 國有土地 你還要說 國有財產法的約束嗎 台陽的土地 你只要 你的 這個 經濟部裡面 你們自己定一個辦法 我就有辦法做一些改變 這個要跟各位又來報告了 那 那為什麼那時候會引起爭議 那麼多人抗責 因為這十二萬獎 大概都是 都不是正常的管道拿過來的啦 等於是有點 在剝削台灣的農民拿過來 日本殖民政府 他也知道 如果我全部拿過來 把他們趕走 一定會出問題 所以那時候就說 土地 變成我的 但是我繼續讓你更多 你變得是我的店 他就用這樣的安排 你一定要遇到我的規定 一定要給我做感受 但是那時候也有米桃相徵 我們的柯 柯志明 柯老師都寫了一本書 米桃相徵 這個跟這個也有什麼關係 那 跟各位講 那十二萬獎 的那些 電腦 在日本時代的電腦 其實他們大概都是土地所全人 這點很關鍵 這點很關鍵 不然各位前面知道 他把你 這麼說過來 或者用很低的價格 給你買過來 但是他 知道不能夠把你趕走 趕走的時候會出亂 所以在一部分的 在讓你繼續來耕作 你就變成電 這些電腦 一直期待的是什麼 如果光復了 光復 收復師傅 對 他期待就是什麼 既然是母親 回到母親的環保 這些帝師應該可以環保 對嗎 這個是在 在二嶺 北斗那邊 曾經自由日報 還時報 當時候的報紙 曾經有報導 那我在《平衡日報》 有寫一篇文章 我那篇文章的名稱叫 《大台撒農場的悲歌輪迴》 各位 《大台撒農場的悲歌輪迴》 因為土地原來都是他們的 但是因為被殖民政府壓迫 所以變成電腦 當母親來了 那不是要幫我們嗎 那不是要把土地還給我們嗎 我們期待的就是 土地還給我們的那一個時刻 對不對 最重要我們期待就是那一個 但是呢 你如果看在北斗 北斗那一次的看著那個報紙的報導 怎麼土地不還給我們 還要幫我們趕走呢 了解 各位了解這意思嗎 趕走的時候 那時候又是農業社會 趕走的時候 我就無以為生了 這就是日本殖民者 他們不敢做的 所以那時候講得很陋谷喔 公民政府比日本殖民政府都還不如嗎 那時候農民 公民是看這個報導 日本政府還會 讓我留一口飯給我吃啊 你公民政府來的時候 竟然要射電器 就完全幫我趕走 你幫我趕走的時候 我要去哪裡 我要去哪裡 我沒地方去 所以全台灣的農場 都在燙車 都在燙車 由北到南 由東到西 全都在燙車 OK 那為什麼 國民政府那時候的策略行車 他不尊重過往這個歷史 他一刀切啊 日本那是以前的事情啊 法律上我就電農 就幫你趕走 我為了 我要節省我的成本 所以我又雇農 我節省啊 所以電農 全都趕走 但是雇農我另外再聘啊 你也會遇會讓我再聘回來 但是價格會不會很低啊 因為我住在移民 我們谷坑那邊 就有人是大陸的工友啊 很低啊 薪水很低啊 好不好 要跟各位講 而且 民國三副年1月1號 成立台灣旁邊的民國間公司 12萬獎公益 全部登立在台南的公司名下 所以他是石油土地啊 不是公有土地啊 但是這一點其實很有問題 其實我一直很期待 就是台南的土地 應該回歸變成公有土地啊 那發生那時候因為政治的關係啊 那也在家蔣介石 前面是院委會 那這個政府 大概不了解那一段歷史 華麗塞變四個土地 那我要請問一點 民國35年5月1號 台唐公司成立的時候 他的總公司設立在哪 各位知道嗎 民國35年5月1號 台唐公司他的總公司設立在哪 台北 台南 高雄 南京 還是 有人講上海 誰說上海 哇 這個黃的孩子 很厲害 和孟嬌天堡 那個轉心晚上 往後面來的孩子 學姐很厲害 派到的公司是在上海 你們知道嗎 在上海 他在上海牧師啊 跟 統家 送家 他們都很厲害 所以 台南公司有 百分之三的凝固 我剛剛不是說 百分之七嗎 那個百分之三呢 那百分之三在什麼地方 就是在上海的時候 前幾年 前幾年 已經有段時間 他們說 哪有那個 那個 他們有入股 還有那個 應該有一些蠢症 後來他們破替他 英國那時候的入股 大概就是有錢人家 他有辦法 所以他們到美國 後來又從美國來到台灣 說他們要那個股份 因為台南公司那個 那個百分之三的股份 每個要花後幣 大概都是滑不出去 很大部分滑不出去 滑不出去 因為那些人 有很多沒有跟人來台南 或者有很多 就到海外去了 這邊各位來講一下 那我本來也不大相信 台南公司總統是在上來 那我喜歡上網去 這些台南的東西 我有一陣子 有人在賣郵票 當然很貴 郵票 但是我看過不是郵票 我看過是他的信封 信封稍微就有來有來 台湯總共是 還有上海的地址 我看了能夠吃飽 在多少錢我已經把他 一定要把它買下來 最後我也把它標到 標到說我們正常 我的東西 只要我任何吃飽就把它掙扎 只要一掙扎的東西 我就 會忘了 我就找不到 我本來是要帶來給各位看 你知道嗎 很抱歉啊 因為我掙扎的結果 又找不到 下一回吧 好不好 我再掙扎 我就要退休了 退休的時候 一個東西讓我搬出來 對不對 一搬出來之後 我一定要慢慢慢慢找 各位那時候 我們相約 下一回好不好 相約我再把那個信封拿給你 會看 真的 台湯總共是在上海 他是從上海 寄到台湯 那我看過 我唯一看的就是那個信封 我也把他叼到 我好高興 但是現在也好懊惱 我把他搬在什麼地方 好吧 這個跟各位講一下 那後來 這兩件跟各位講 經過激烈的抗承 非常激烈的抗承 然後呢 我們在民國37年 有一個 工地放嶺的失敗 那個時候只要求台湯 因為台湯 除了台湯之後 還有台茶 還有茶葉 那都要由他們來 要配合工地放嶺 因為那個時候 失業率非常嚴重 因為這涉及到28 28 28很多的年輕人 失業沒有過多機會 所以解決了一個辦法 神議員就建議 你是不是會把一些 統計拿出來放嶺 所以37年有一個 就開始有一個工地放嶺的失敗 其實我工地放嶺 真正開始是民國37年 那時候只要有台湯 你要釋放303甲 我意思都進來 303甲 那台湯 到時候還是不要 不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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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有時候亂講 或是跟你要303甲 他也不要 他也不要 不甩 懂得是吧 所以當時候呢 省政府民政宣地政局的報告 我忘了會提到台南故事 每次寫都寫得很氣氛 但是對他也沒有辦法 好不好 那後來 因為激烈的抗爭 這就涉及到內吟說 對吧 我剛講過外吟說 還有內吟說 這時候還涉及到一個人 叫雷正琪 雷正琪 雷正琪各位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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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講他是一個 蘇俄的人 後來 因為世界大戰 移民到美國 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 後來加入這個軍區 是很重要 是土地改革的專家 他是個蘇人 雷正琪 他來過台灣 因為土地改革的時候 其實他在日本 那韓國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他在來 我們篩區檢固的時候 他沒有過來 我們跟德魏基人的時候 他也沒過來 他一過來的時候 大概就是我們公立報名 英國39年40年 等待這個時間 那雷正琪先生 我覺得他也是 今天到台灣 各個地方去羅拉斯拉 就跟農民啊 一起聊天啊 問他們到底有什麼問題 他蒐集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太陽的土地 太陽的土地 他們在各個鄉鎮大陸 要求太陽的土地 應該要還給他們 應該要放給人來的這些店 阿龍 阿龍 這種行為外人 自己不敢講 所以雷正琪憲夫 他就寫了一封信 給蔣介石 所以歷史上 把他作為 雷正琪信阿 包括各位看 另外一個書 這個作者叫黃俊傑教授 台大歷史系教授 黃俊傑教授 他中文研究農務會 那農務會 因為 梅正琪先生 大概就是跟農務會有關 所以 他裡面有一章 專門在談 雷正琪信阿 這個李星短就要求 跟蔣介石 當然是寫得很客氣啦 非常的客氣啦 就是到台灣各地去走 鱷魚太陽土地 現在這樣處理的方式 他覺得很恰當 是不是 就應該要放明給 那些人來的店 那蔣介石呢 那時候後來 因為他要依靠美國嘛 後來就接受了 雷正琪的一個建議 所以我們在 民國四十年 開始實施工地暴嶺 但是工地暴嶺 他都分幾次工地暴嶺 大概都分了六次啦 這個次數 我可能還要再更精準一點 後來工地暴嶺的政策 是停止的 那工地暴嶺最多的 剛開始還不是台塘 但是後來其實最重要的重點 都是台塘空師的土地啊 正在我的老師 殷昭谷老師所寫的 中國是土地凱德那一個書裡面 他有記載 有幾次的工地暴嶺 那如果去看 你可以發現 大部分荒野的工地 大概就是台塘空師的工地 好吧 所以 那我就說 我就把這個經驗提供給夏威夷 東京外的中間 中國台灣的李凱格 其實有一個部分 也是來自於內飲鎖 不完全都是三七五檢築 庚子有幾天啊 都是外飲鎖 其中一個部分就是內飲鎖 各位可以聽得懂的意思嗎 這是我第二個 比較不好意思 老徐賣瓜 對土地凱格比較重大的貢獻 也就是在這裡啊 那我要問 這個 我又說 但是我加一句話 我們資金卻依舊留存著殖民的印記 我一直覺得 公民政府你可以看 在東京有些政策的 或者說 在公立放育的政策裡面 我不覺得要把台灣當作是自己的一個部分 你可以看 在上來 總工師設在上來 在那邊牧師來台灣捧食 然後呢 要把原來的這些憲根的店 都把它趕走 我覺得這樣做法 晚還是把台灣當作是植物地的趕帶 那我要問 這個殖民的印記 現在還有沒有啊 我就為了這麼問 也就是我一直覺得 我們台灣的教育 太過重視歷史教育了 我們太過重視歷史了 這個殖民的印記 現在還在台灣 不必都沒有啊 你可以看 中文加油站 中文加油站 不是一個圓圈 一個火把嗎 對吧 大家一定都知道 你去看過 然後那個火把 中有兩個字 火把下面有一個字 大家不然都看得到 那個字 而且是紅字 那個字是哪一個字 中有的標準 紙 大家有要去問 那個字是什麼意思啊 那個字就是支援委員會啊 懂意思嗎 那個字不是資本家 那個字就是支援委員會啊 這個印記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支援的印記啊 支援委員會對台灣 其實你說它有貢獻 當然也有喔 比如台電 孫玉泉 他們那很多技術官僚 很大部分的支援委員會 飛揚出來的 但是對採訪這個部分 那個字 其實現在台灣偶 台灣偉 都含那個印記 那個字 這個情侶院支援委員 你如果了解 當初來台灣是跟台灣 跟台灣社情侶長 會共處中產 有沒有 然後要把台灣人趕走 然後變成固容 你如果要學這些歷史的話 你可能就認為 那個字其實是很不適當的 所以應該要改 我們大家會想 國號要改 對不對 我們日常說過 有一些印記 其實是很不適當 那 是不是要從這個地方 開始來改進 讓我們的子弟 讓我們的下一代 不再幾年都退休了 讓我們台灣的民眾 大家能夠多了解這個歷史 多了解情侶院支援委員 以前在台灣幹過什麼事情 多了解國民政府 在土地改革的時候 在這裏面 正正的時候 國民政府 講義時他們說 他們幹過什麼事情 不要只是在其中在 228 白色恐怖 還有很多 都是我們需要去了解的 好吧 那我覺得這是未來應該要改變 正因為這小節 在工黨 統治年代 發生非常激烈的農民 抗爭 表示農民的生計由於 已經完全到達破壞 國民政府的統治 恐怕是比日本執行統治時代更為無敛 很抱歉 很抱歉 今天我要跟各位講 我下這個結論 那我下這個結論 其實是有所笨 或有所笨 那這也表示 國民政府統治台灣出奇 依舊是把台灣設為一個殖民地 無情地進行支援的掠奪 而不是真正把台灣設為國殼的一部分 所以這是我第二部分 我給的結論 最後這一招 是我今天的結論 如果三星檢夫都會感興趣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打 基本上我認為三星檢夫 跟我剛剛講的 多久有幾年是相關 我一直認為三星檢夫條例應該要廢掉 不應該繼續存在 好不好 如果你認為台灣沒有 三星檢夫政策 其實它的根本的基礎 也都是來自於地主對殿的過許 但是 如果你認為出租人不是地主 那這個條例的基礎就化掉了 可以懂嗎 它的基礎都在於 出租人是地主 所以殿我們要保護 但是民國的90年 我沒有濃發條例 我沒有更改 三星檢夫條例 在90年之後 我們都不再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國兩制 這不對 我覺得這組是沒有這個概念 沒有這個勇氣 你要去定義手 你要去調查 現在還有三萬多個租約 三星檢夫 還有三萬多個租約 你知道嗎 他們還在不斷地 還有很多的精分 我有朋友在嘉義 還有桃園 都有很多的精分 但我們政府 這問題是政府造成 我們政府是很不負責任的 國民黨如此 民進黨也是如此 很抱歉 這就是你們私人的制約 怎麼會是私人制約呢 你要是沒有三星檢夫 這個檢夫條例 你再來說是私人之間 對不對 你現在有三星檢夫條例 把它綁死 不讓他們 土地所有全能 出租人能夠收回 然後呢 每六年 每六年 每六年不斷地更新 對不對 現在那個成租人 跟出租人 大概都已經第二代 第三代 不斷地繼承下來 這也是台灣的一個奇寬 諸天契約 本來是民法 的一個規範 再編的規範 變成一個務求法 這如果從法律的觀點 不是很值得大家來思索 這樣思索 是你嗎 都提出來 都有三星檢夫 我簡單的把這個重點 跟各位分享一下 現在大概如果前幾年 我的資料 還有三萬多的組別 這樣 最後的結論 因為我想 把有點時間 我們的國事館 這個承辦 人也希望 我們跟律政多交流 好不好 我也很希望大家 能夠 給我的一些 今天天都會的報告的內容 給我們今天 不要客氣 給我一些檢討 跟建議 我認為台灣鼓勵改革應該重新被審視 以往幾乎全面歌功頌德的評價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適合的 也就是我以前 我以前自己也都是歌功頌德的內派 但我自己踏入來之後 我發現 不應該的不是 這是台灣人民對於很大的一個傷痛 非常大的傷痛 但是我們現在一直都還沒有處理 我以前跟民進黨政府建議 但是他們 也都不願意來做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 好 失望 我們七十年後面也過 三十八年 現在大概七十年 以往 我在報告的時候 大概是一夾子 六十年 現在你看我年紀也很大了 變成六十 千幾年 報告是六十八年 現在對 今天報告對你們七十年 大概每兩三年 我再報告一次 其實在關於過 當然耶穌 或許 大部分都能實施 大概很多都找得來 但我覺得這樣的問題 應該必須被無視 他應該可以深層的了解 和感情 而且可以深入做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一直提出的關於 他應該是轉型爭議的部分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轉型爭議 那我訂了那個條例 應該要把獨立感 把它累進去 當然很可惜 沒有 沒有 就是我非常失望 的一個地方 然後今天我要再問一個問題 我說這樣可避略度 請我有沒有停止 這是如如四十二年的可避略度 因為到二十一世紀 我們可避略度有沒有停止 其實我說 其實我說 是我要依舊在持續當中 因為我最近 我引用的 叫做一個詞會叫 民選獨裁 然後我在我臉上 被人家罵得很慘 因為我也不知道亞洲周竿 那什麼周竿 我也不知道 但我非常認同 民選獨裁 這個詞的字 很抱歉 等一下 我也陪他 為什麼 還是如此 因為這些可避略度的行為 沒有改變 重來民進黨主政 還是沒有改變 以往我們透過立法 我們透過跟著一些條例 那其實 那個法 其實他們也不重視 就略讀 那我們現在呢 可避略度的體制 有沒有改變 我覺得你們有 我們透過不同的法律 我們現在通過固執激報法 我們通過的律中收條例 固執激報法 在律中收條例 我們還是不斷掠讀社會故事 他們的努力 他們的生活權 他們的財政權 還是不被尊重 這是非常遺憾 非常遺憾的地方 當然民黨主政 但是 國民黨所遺留下來的威權體制 尤其是土地略公體制 其實 一點都沒有改 我們今天很多錄影 還有一些現場的直播 我要跟各位講 為什麼台灣那麼多土地徵收 比那台灣的工程 一徵收就三千多塊錢 去年的11月9號已經過票了 歷史上最大的律收 逃難工程 他需要的機場第三跑道 他只需要七百塊錢 他律收三千億人 誰主政 中午餐 中央是民黨人 沒有因為民黨主政 往這個國際略過 最後改變 這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因為這是一條基本人權 也就是我們台灣人民的基本人權 我們的收成權 人恩權 我們的參與權 一直到今天 都含有我們這個充分的尊重 可以了解嗎 這是我非常遺憾的一個地方 中央是一個 他表以愛台灣認同本土為主的一個民黨政府 他依舊還在遵行土地掠角的進食 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好 那就是我今天最後一點的一個集合 跟大家做分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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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客氣 來 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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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非常 你們後面快聽到這場人講 我本身是三七五檢出的受益者 也是工地放移的受益者 後代 他是華工的時代 但是我一直很遇到一個團體 叫做台灣農地 台灣農地政策受害人協會 因為這個協會就是 一直帶希望三七五檢出能夠轉型甚至 因為我現在 我是土地國民黨 土地政策改革的 不管被多了 我是受益者的後代 可是我是一直很關心 設在房子中研討給台灣農地 什麼政策受害人協會 你想請問教授 這個協會目前的活動是怎麼樣 那他有沒有或者民進堂 一直倡導改革 正義的這些大官員的重視 就說徐教授你這邊 這個演講後的論文 有沒有受到你進行政策 第二個 那個我們現在有農地 農地政策受害者協會 有沒有人翻出那個 庚子有提前 那個共有業主 那個部分人的受害者協會 有沒有這麼判 謝謝 謝謝 其實答案很簡單 謝謝 這個協會現在活動力已經很過了 年紀大概很大 下一代好像也有這麼重視 以往我們剛開始 我大概每年我都會寫一篇文章 來支援他們 他們大概每年過年 大概初二出生都會來跟我拜年 他跟我謝謝 說一些我們就關心他們 但是後來就沒有來了 因為來跟我拜年 大概說年紀比我大 那時候我是系主任 很久以前 因為我家裡也不大 所以就在學校借在他們 後來就沒有來了 那他們桃園有一部分 主力算宜蘭 後來我覺得年紀大 他們就可能就沒有再繼續 他們一直很希望能夠立法 他們也希望肯定能夠拿回來 不過這涉及到政治上的討論 民進黨也不說什麼 討論到選票 民進黨他們都在台中 不知道什麼立法文叫林峰池 林峰池 當作他們還要求這個土地要去拜 我們現在大概商津的一家給電 如果是主約 他們要拿一個立法叫二分之一的土地 是民進黨自己提了 所以要給電 但是後來因為 這個議案後來是新黨的洩起到人 把它打下來 所以我們應該聊整個歷史 不是說這個外省級的 絕對都不照顧台灣人的權利 也沒有 謝其他立法委員 他們都非常關注的事 要不是因為新黨要謝其他委員 搞不好他們就是六立法 一半的福利法委員 所以現在綁在這邊 民黨不重視 我也建議過 那另外根本有緣過四十二年了 沒有根本有緣過四十二年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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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可以嗎 好 對 好 許教授 我這個很好的說明 他在兵基於習慣 心情沉重 他都不敢 因為覺得很無脈 想到當年的國民黨 是這樣子難幹的 所以你舉個例子 你看到各位忠於日子怎麼來 我現在已經想解釋一下 我在一兩個月前 你偶然機會啊 到那個洛華南路 巴勒路口的土地感格祭殿館 上面提的是蔣莊鎮 赤床後面的台詞旁邊上去的 請問裡面手掌的是歌功頌德 還是莫名其妙 假設你有機會 能夠組合我們 幫你追隨你 現場現實說法 那邊手掌的是莫名其妙 還是亂來的 這是第一點 還有我很愚昧 請你講的剛剛 Powpoint的有什麼 風力放零 放零是什麼意思 還有測電起根 起根又是什麼意思 你簡單的解釋一下 而且375解釋 你剛剛講一下 謝謝你 那個 其實中華南路 它地址是1號 下面是土地銀行 其實以前我也是在那邊上課 因為我們那邊有個 私立中國地政研究所 那它跟正大地的研究所 兩個就可辦 那裡面的人 他都認識 那我剛剛跟各位報道 我唯一看到那個部分 被蓋上密件 密的那一本 就是在他的酒樓 的特殊室 我找到了 那我今天跟各位報道的這些內容 我會曾經在那裡報道過 會曾經跟我的老師 跟我的立正界的同仁 他們也知道 那我覺得台灣知道 跟要行動 那個洛察海 大家好像還缺乏那個勇氣 要起而行 這就是台灣 讀書人應該要感謝的地方 這是第一點 先請給報告 測電起根 這位台語來 台語 要給你 起根 就是 不想讓你還比較 證著 你在測電 把你的電容 也給你撤銷 這樣 這主要是這樣來 本來 你是餐電 我們在台語中 百財 百財 我們租台語中的百財 就是國語的福 百財 百財 要給你測電 我給你做餐電 起根 就給你 你把土地去慶祖 那這個 供地放租 供地放租 就是供有土地 那我把它 就是放租 就是把土地授權人 給這些 這個耕種的人 供地放租 供地放租 租 土地授權還是我的 陳儀就是要供地放租 土地授權還是我的 但是我租給你 你當我的店 那時候他的辦 民國三十六年月一號 他的工地放租 那個租額是很低的 是很低的 比三十七五租約的 百分之千五十三百七十五 是還要來的低 這是一個跟前輩報告的 工地放租 放租 放租就是我把土地說 我選了給你 讓你按照十年 你那個 土地就是 等於是賣給你 但是他不是說賣 我土地就給你 但是你不是說 無償取的這個土地 你還在給我一個錢 這個錢就分十年 來給付 每年的給付 的錢 分不夠高過於 三十五租的那個租額 千五十三百七十五 這個相關的規定 工地放租就是給你所有權 工地放租就是主權 工地放租就是主權 剛剛你講的 那個電腦 工工的拿東西給業主 這個時候還是擺這個情節 對啊 我剛開始我也 我剛開始也不能夠相信 這什麼意思 哪有土地面積很小 他永遠的土地面積很小 他根本不是土地 他不是土地 他沒有那麼多 他只有幾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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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也很辛苦 這樣 有時候靠他幾個土地 他可能那個時候也很多都是租給 也就是口頭七的 也就是給自己的親戚 來跟我說 所以我們實施這些更有一點 造成我們親處之間 也有很大的興奮 那我不認定那個等於是 是主緣 所以一定要被放 其實我研究更有一點 最重要的結論就是有一句話 地主其實不是地主 地主其實不是地主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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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哥翔老師講說 白塘公司 原來 設成 194-1935年 五月要成公司 設在上海 那時候講說 現在公司有一種 叫做KY股 KY股是 然後股票在海外做經營 然後在台灣 在國內上市 那個時候台灣就都買過來 所以等於是 台糖是 那個 上海的KY股 大家知道KY股嗎 他用一種純多平鎮的方式 那個人是 就是股份的平鎮 那他那邊還會找 其實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我以前一直以為說 那個成城是三Q點 就推動了 真的很可惡 結果現在才知道 解密 不是成城 而是後面那一隻黑手 蔣介石 不是成城 我怪了他那裡太久 是蔣介石才是認真的黑手 大家有同意嗎 因為三七五檢中的時候 蔣介石還沒來啊 蔣介石是如果38年的車 連帝才來 成城是大概38年 37年底就來 因為有安排 要接手進行 所以三七五檢中政策 大概是成城要負責 三七五 對 然後我但是 但是 跟著有幾點政策 大概就是蔣介石 對 那在上面開桌 蔣介石開板定業 而且也要跟各位報告 在民國41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 開國會 蔣介石 嚴格要求 在民國42年 一定要完成更正的政策 我們會發生 那麼多的問題 都跟這個民國有關 他要求一年 他會說 一定要完成 幫忙各位記錄一下 如果也感興趣的話 就在民國41年 通常會 他要求一年 一定要完成 所以一年要一定要完成 所以議政局 一定要通跑 他不可能等到西澤 4月23號公告中 才開始 他一定通跑 所以 很多人都掉到楊貴山 收縣 掉到台北 通山堂收縣 那這樣他就自己 可以辦吧 所以 我覺得 根本有一點 政策最印太負責的是 蔣介石 OK OK 來 我講一下 請教授 徐教授是 導臀應該要整理 有什麼證明 主張 主張那個什麼 土地證明呢 但是在這個事情上 你要恢復到 原來什麼樣的狀態 才能夠達到什麼 理想 我覺得 私底下我自己想 如果土地要玩玩 可能會很難 至少這個歷史 事實要 讓台灣後代 能夠了解 然後大家來談 我也不敢講要分道什麼 應該讓大家公開 而且讓 其實我因為研究生的 我時常有接到電話 是要收到一些信 那有一些很 很不滿很難過的信 都有 比如說我曾經寫 寫 在自由時報寫一篇文章 人生有幾個六十年 像網路上都有 人生有幾個六十年 就是在為山西武建築 那些初出人講話 那一篇文章出來之後 我當天接到電話 自從台南的老媽媽 打電話上來 她就跟我感謝 謝謝 那當然一邊 我常常聽到電話說一邊講一邊哭 她們兩人講 她就說 她那一天要她兒子 去把正上所有的自由時報 全部給我買回來 真的 她說全部給我買回來 我要分給你們的親戚同樣 那我想跟大家看看 也就是她們那個冤屈不滿 我覺得應該 到了要聽法的時候 至少要給她們一些正義 土地或許幾乎回不去 但是名義上 他們為什麼 如果被剝削被壓迫 這個應該讓她們認識到 這是我的一些 那到底要如何來回復 我也不堪搶 我也不堪搶 可能讓大家說說討論 好吧 這樣可以嗎 這只是再回想一下 就是今天老師講的比較 像是歷史的過去的事情 可是對我來講 就是此時此刻也還在發生 因為我目前還是有一萬兩千 原荒風神的土地在台北 跟在全台灣都有 那我們現在也還有在養電 然後我後來發現 就是其實 就是因為我們的歷史 在三重樓 新北有一萬多 原荒風神的土地 那我們自己的感覺是說 其實這不是有目的性的去取得土地 就是我們在同一筆土地是先遭遇到375 然後它後來又同時又辦了那個都市平均地權 然後都市平均地權以後 它又把它變成例如說 紅色地 就是國小啊 或其他這種地方又拿走 然後最後我們就變成 幾乎是失去全部的土地 可是失去全部土地就算了 我們還分回非常很多筆的麒麟地 就是馬路啊 人行刀 所以像我現在在三重樓 有很多箱子是我的啊 都人行刀是我的 然後因為又被清災 因為被清災 我們又不能用那個公設地的稅子 所以我們是幾乎 因為又是共同共有 所以每次碰到那個 有長輩過失啊 我們就會碰到 因為我們每次講遺產稅 都是幾百萬幾百萬的遺產稅 所以對我來講是還蠻殘忍的啊 就是它是此時此刻還正在發生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是說 因為這件事情我後來跟蠻多人討論過 就是其實像現在的社會 因為我是內建的 然後像現在的社會住宅政策 其實是一個比較像是一個虛無的政策 因為國防部 它現在國防部有的眷村的土地 其實很多是 目前還是有官司 還是侵占而來 它甚至不是強制徵收 它就是侵占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眷村土地 是正在官司中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說 把這個土地拿去蓋出來 然後另外包括像台北那個 那個空種那個 空種那個 那個也是很多有侵占的問題 而且沒有更奇怪的是 本來是十大普通 就是十萬大人 所以 嗯 不只 不只社會住宅 還包括都根 因為像我家裡 不知道碰到都根的問題 就是都根就很單純 就是要失去百分之五十的土地面積 所以 對我來講 就是 就是今天老師講的 比較像是歷史 可是其實對我的家族來講 其實就是此此此此刻 因為我們 我現在手上有30GP土地 然後大部分是公設地 然後又不能買賣 然後又復佔一大堆遺產稅 然後又要被新北施政府恐嚇 就是 因為 因為我們 它有新的建築 它是新這樣過去 因為 這個是其他的項目 像那個雲門 雲門劇場 它其實是違建 它其實 像行政院 現在很多前山計畫的建築物 它也是違建 因為 他們現在用的手法就是 它是叫做真建 它就是 在一個很奇怪的廢建圖上面 蓋很大的雲門劇場 所以其實前山計畫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土地 其實是用清澈而來 就是它的土地產的負面 因為 像我們的例子 是在三重的光榮國小 然後 它地下蓋了三層 有六百個平成位 地上四層 小共三萬平方公尺的新建建 它居然沒有辦建建 然後它沒有辦建建 它居然侵占到十幾個地所土地 這個是現在前山計畫的事情 所以 嗯 就只是 我只是這幾年 剛好在 剛好在清澈 我叫做土地 其實很多事情 其實就是此時此刻 再發生 而且 不是不會碰到 是因為大家都 我們就會碰到 遺產稅啊 信息欠錢啊 付不出稅啊 然後 你的土地用 又沒有碰到土地面 想去抵稅的問題啊 對啊 所以就是 只是說 謝謝你 所以說 過的歷史其實沒有過去 還在進行事 還在進行事 那剛剛有提到 這個一個 我們根本以前衝刺的 其實是延續三七五出院 三七五出院那邊有定定的 然後呢 我們就繼續更危機的政策 是根據這個來的 所以 你剛剛提得到 好像一層皮 一層皮 都要再過血 就是這樣 來 謝謝 老師有沒有時間操縮 時間操縮 對啊 然後我們用來掌聲謝謝小事 今天請教委 謝謝 我們下一場演講 是1月14號 會由中央研究院 歐美研究所 護研究員 同志偉先生 要來演講 十種運動 比他要整個 那歡迎再多理解 那 今天有帶傘 或者是其他的那個 隨身物品 要記得帶走 那 垃圾呢 要拿到我們來 女生特補的垃圾桶去 好 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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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 不見了嗎 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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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有問題 有說他要點到我看 好 好吃 好 這個 那個 好 可以 我再走 那邊 谢谢大家